非常生活非常美好,我是秦时月 今天我们来学习一款 这个迷你小甜筒的编织方法 那下面我们开始吧 首先我们先来编织甜筒的部分 环形起针 我们勾六个短针 然后把这个线抽紧 在第一针里做一个引发针 第二圈呢,我们就不加不减的勾六个短针 我们把它这样 翻上来 在第一针里做一个引发针 把这个线勾在外面 下面呢,开始勾第三圈 隔两针加一针 第三圈呢,是隔两针加一针 先勾两个短针 然后再加 在第三针里呢,勾两个短针 隔两针加一针 开始勾第四圈 第三针加完针呢,是一共八个短针 然后第四圈是隔一针加一针 先勾一个短针 然后第二针里勾两个 这一圈加完针一共是十二个短针 隔一针加一针 这里第四圈我已经勾完了 然后大家把第五圈勾完 第五圈呢,就是不加不紧的勾一圈 短针 下面呢,开始勾第六圈 第六圈呢,是隔两针加一针 先勾两个短针 再勾一个加针 这一圈加完针呢,是十六个短针 最后还剩一针呢,我们勾两个短针 下面第七圈呢,也是不加不紧的勾十六个短针 大家把它勾完 不加不紧,勾一圈 第七圈勾完,然后我们开始勾第八圈 第八圈呢,是先勾七个短针 然后加一针 这一圈呢,一共加了两针 加完针之后呢,是十八个短针 三、四、五、六、七 加一针 三、四、五 最后呢,还剩了一针 我们在里面勾两个短针 然后最后一圈呢,大家把它勾完 最后一圈呢,是勾不加不紧的短针 勾完之后,然后就可以断线了 我们这个田筒呢,就勾住完成了 大家把最后一圈勾完 这个田筒勾完了,大家把这个线藏一下就可以了 最后一圈呢,是十八个短针 那下面呢,我们开始勾住这个田筒的铜面 我们也是环形起针 勾六个短针 然后把这个线收紧 然后把这个线收紧 我们在第一针里做一个引拔针 开始勾第二圈 第二串的是,每一个针目上勾两个短针 一共是十二个短针 我们开始勾三个短针 我们开始勾三个短针 一点点 今天呢我们这儿天气有点暗 据说是有什么日环时 然后呢在第一针里做一个引拔针 这一圈就锅完了 一共是12个短针 第三圈呢是我们是隔一针加一针 先锅一个短针 然后第二针里勾两个短针 这一圈加完针呢是18个短针 最后呢还剩了一针是勾两个短针 然后在第一针里做一个引拔针 那下面的第四圈和第五圈呢就不加不减的勾两圈的短针 这个铜面呢我已经勾完了 勾了两圈不加不减的短针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甜筒拿过来 然后它俩呢这样合起来 我们找到第一针 就是随便找一针啊 我们把这线勾过来 大家要准备好那个珍珠棉 等会我们要填充在里面 我们把它勾过来 勾过来之后呢我们勾三个辫子针 继续呢下一针里还是勾引拔针 找到这里的前筒上面的还有这个面上了 勾一个引拔针 引拔针勾完了还是三个辫子 这一圈呢全部是这样勾 对应的它俩这样勾个引拔针 引拔针勾完勾三个辫子 继续 然后我们一针对应一针的这样勾引拔针勾三辫子 大家边勾呢然后把这个珍珠棉填充在里面 大家就是勾到还剩下一个小口的时候把这个珍珠棉填充在里面 这里呢我已经勾完了大家在就是在刚开始的时候对一个引拔针 然后把这个线藏里面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拿出大家可以随意搭配这个线啊 在上面缝上这么几针我们从它的这个底部穿到第二圈 第一圈和第二圈中间 把这个稍微的拉一下 均匀的缝上几针就可以了 然后上面呢我们再防一针 然后上面呢我们再防一针 把这个线剪掉了 整个冰淇淋呢就全部完成 好了今天视频呢就在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